阿lick 我知道你在倫敦住宅市場 已有接近十年經驗 我想問你怎樣看今時今日的倫敦市場 其實在過去十年倫敦市場 避受國際投資者及用家的青萊 其實各需求多年來都有增無減 在市場上很多人都說 怎樣去倫敦置業甚至倫敦買樓的話題 但今時今日的倫敦樓價一定比十年前的高 但樓價升幅亦穩步上仰 尤其倫敦租務市場甚至回補亦非常穩定 傑森最近英鎊已跌至二十年歷史新低和 你有甚麼看法 英鎊過去一年跌了差不多17% 如果持有港元或美元的投資者 其實真的非常吸引 這段時間我知道有很多香港投資者 還有一批家長在英國有小朋友讀書 他們都做了很多倫敦物業的資料搜集 因為他們希望能夠辦得到匯率優惠 但我自己相信英鎊的波幅是屬於短期性的 但如果能夠配合到優質的倫敦物業 我相信長遠的投資是非常可觀的 剛剛傑森提及香港有投資者 甚至有小朋友在英國讀書的家長 都會選擇在英國倫敦置業 如果想在倫敦市中心和方便到達倫敦大學 那有甚麼項目和現樓介紹 我會介紹一個位於倫敦松溫泰晤士河邊的現樓項目 這個項目其實是鄰近美國大使館 亦都很近軍城六處 同時間亦都在佩斯坡附近 而這個項目來說樓高是53層樓高 提供一房、兩房、三房單位 它在9月份的時候已經發出貨通之書 所以買家已經可以即時入住 又或者安排出租 同時買家或者未來的住戶 亦都可以用四分鐘時間 就可以步行到Foxor的地鐵站 所以交通就非常方便 傑森 我知道有位同事 飛去倫敦當地鐵項目 我也知道它不是單凍式物業那麼簡單 這個項目比較特別 整個項目佔地是43萬呎 建築面積258萬呎 整個項目將會提供1379伙的豪華式住宅單位 同一時間這個項目位於5公里長的9M Park以上 住客可以享用到公園、做運動 同一時間可以享受太吳士河的休職何景 傑森 不如給觀眾看看項目的和形 好 首先介紹一下 昨天我剛介紹過的就是這個住宅項目No.8 3樓至34樓全都是四梯八幅 35樓至頂樓其實是個特色單位 叫Sky Collection Lick 這個項目的一房單位比較特別 對 這裡的一房單位其實是很特別的 因為它是一房兩次的 有一個主人套房和客廁 這個設計非常之適合喜歡邀請朋友來家的住客或賣家 而它是位於27樓的 這個一房單位更加擁有太吳士河的景觀 聽過兩房單位都比較受歡迎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是的 我們會介紹一個兩房單位 其實是位於31樓 而這個單位來說 面積就是910呎 兩房兩次的單位 其實開積是四平八穩 亦都非常實用 亦都可以看到有城市的景觀 某些方向的話 亦都可以看到少少的何景 如果想選擇有何景又有高層有甚麼選擇 如果要高層單位的話 我們會建議看一個三房單位 其實它是位於31樓 而這個31樓的單位 其實它可以看到何景 亦都可以看到城市的景觀 面積大概是1,074呎 其實它是屬於倫敦中溫來說 是非常罕有位於高層的三房單位 因為倫敦大部分的住宅都不會太高 另外如果有些客人的預算比較高 亦都喜歡非常優質的單位 我們亦都有一個位於48樓的三房單位可以介紹 傑森 我看到這個項目 會所和屋苑庭園設計都非常特別 和豪華 可否介紹一下發展商和建築商團隊背後的背景 這個住宅項目由世界頂級的設計團隊打造 SOF是全球Top5的建築事務所 HBA全球頂級豪華酒店設計團隊 以及Gillespie全球頂尖景觀建築和城市計劃公司 公司作品轟動倫敦豪渣市場一時的One High Park 而發展商就是富力地產 R&F Group和中餘置地CC Land 所以項目更提供比美世界上最豪華的酒店體驗和會所配套 4,000平方米的豪華會所 倫敦最大室內行運運前 私人匯客室、健身室和圖書館等 如果我們的客人和觀眾對這個樓盤有興趣的話 我想了解一下付款方式是怎樣的 這個樓盤來說如果客人有興趣 其實他只需要付一個預留委費 價錢來說大概是2,500磅至1萬英鎊金額 但他在21天內給樓價10% 收樓時才會付完美數九成 當然我們第一國際物業也會幫買家申請按揭服務 按揭來說也可以通過香港的各大銀行 甚至是當地英國的銀行申請 阿Lake 如果我們的觀眾和客人有興趣 我們下部應該怎樣做 其實他們可以馬上聯絡我們第一國際物業 我們的同事也會介紹他這個樓盤 甚至引導他整個買賣流程 整件事就很輕鬆也很快取